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石层里面的嘛 我这个园里面明气的大 我走吧 一进这巷子里 两边的红砖楼 街边的商贩 这浓浓的烟火器仿佛把人拉回了过去的年代 这个商城 这个商城好吃这个 等等 咱们今天不是来吃面吗 怎么忘记猜游场了 哎呀 都做得好啊 大家得出来逛好猜游场 回到正题 我们拐入了一栋居民楼下 却发现了两个面店的招牌 还有招牌吗 哦 开到了 开到了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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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嗯 有点隐蔽 正吃中午饭点 不断有时刻前来 圆娘娘忙得那是马不停蹄 而这位大哥 干脆买了酒和卤菜 等着袁娘娘的面 袁娘娘说 她是学的老一辈的做法 每天都是现活现卖 所以有时候生意太好 实在是忙不过来 我们点了她家的招牌 饺子和甜水面 光看这外形就让咱们感叹 这也太舍得放佐料了 光是要货转就要费点力气 甜水面还是我的嘴面 菜单人家学切的面 学软的面 然后学煮的面 吃起来就很放心 确实是口感就是那种 很精湿的面积面积的 然后它这个香料也是富气富气 因为加了芝麻酱嘛 芝麻酱的这个沉水就比较好 所以富气富气 这种巴的巴的 感觉整个嘴巴都绑起来了 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的 我认为在我的这个字节里面 这个甜水面应该算是 大中长水平的 这样一碗甜水面 只要8块钱 可以说是相当私换 大家反正公道 味道也很巴适 甜水面就是很小 然后还是听她吃了 你来这吃了好多年了 四年 五年 你们还能来人提点 这早上吃 我现在要吃几分钟 有些人感觉我都变得老百姓了 我都吃了脸脸 倒不吃 但是面吃也就稍微差了一点点 这个是这种不错 来 加一个尝尝 虽然看外形不是太饱满 但是肉馅的个头真的很大 而且面皮口感绵实 些许的辣味先入口 然后就是回甜和蒜香 甜辣味相辅相成 可以说是很有层次感了 虽然面馆只有一个操作间 一个遮阳伞 几张桌凳 但是到我们吃完离开时 还是不断有时刻前来 看来大家追求的 不仅仅是美味 还有着湿井烟火味